大家好,各位早晨,欢迎收听网上,早晨 这个人在纽西兰,意得投降,还有在澳洲的震悲师 大家早晨,早晨 现在产生暂时还没在,没空,一会儿都会回来的 下一节先,在节目之前,请点赞和分享给朋友 最重要是订阅我的频道和按一按旁边的小铃铛 新节目通知你继续壮大中立模式的力量和宣扬,理性的声音 现在因为有一段影片,关于林郑和他先生在唱歌的影片 就导致很多人很不理性,发疯了 是啊,现在他的先生,林少波先生 其实就有一段影片,显示他就好像,不是很像 就是唱歌歌的时候,就好像一些按摩摩摩摩 最搞笑的是拍他的时候,他就看着镜头,傻傻的 我们看一看这段影片吧,不如这样吧 好 就是这一段了,还在CCTV 加撒表了他 哎呀,跳出去了 真麻烦 大家看到这段影片 大家看到他又不唱歌,不拍手 可能他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大家看到这段影片 但其实这个不是事实的传播 我认为 其实我觉得他也是阳值 其实是大学教数学的教授 是,大学教数学的教授 其实有时候这些学者都是傻傻的 其实以前我都是这样的 可能没有太多表现自己 以及有些阳值 因为尤其是读数学的人 其实我第一年都读数学 想想都要转去工程算数 因为一读得多 人就会对很多事情沉思在数学方面 还有怎么说呢 因为他可能我们都说过 其实他也是很朴素的人 也是一个大学老师 所以有时候是不太懂得这些社交场合 就是我这样觉得 还有一个就是他这样的话 都是人之常情 因为突然之间 他有参加过这么大场面 但是他自己都说过 叫自己老婆林太 因为他都想做个普通人 但是他的位置上不用他这么做 所以我希望林生以后都要注意一点点 因为这些好话不好听 真是个国际场合来的 加铁你说吧 加铁你说吧 大家好 现在看坊间那些就说到他是这个叫做 不满满铁 甚至有一些KOL 就直接说他叛国 有叛国的言辞 我真的听到 好笑 其实真是夸张了 你可能觉得他不恰当 但是未到这个层次 如果是真的叛国 他是不懂人情世故 完全是不懂 一个学者一向都是这样 我都觉得读数、读理的人 就是这样的 以前我记得有个俄罗斯的科学家 是整面糊涂的 后来他拿了好像是诺贝尔奖 总之是瑞典 还是一个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就好像叫他拿了十多万的美金 那是什么 我不要钱 我只是做研究 不要浪费我时间 我 analytics 其实有些学者 是开始倒数 其实我觉得有些学者 是这样会做的 的确 刚才你说的 fitt mellc讲过 阿俄罗斯的数学家 经过去上年前幾年 他在西班了 他像导是个数学大奖 他说他有时间不去拿 他说要做研究 不好意思 最搞笑是他的钱也不拿 做研究比较重要 那我觉得林先生是不妥当的 老实说是这样的场合 我会觉得有点不配合 你只能够说 是呀,有点滑稽 你又不能够说他没有唱的 因为那段片实际很短 他可能只不过没有跟其他人拍手 可能他的口有唱 但那段片是拍不完 并不是全都拍了 最可惡就是有些人拿着这段片 无限上纲上线 是,小事化大 小事化大 总之有了政治立场 然后再判断抹黑 没错 抹黑的对象其实是林郑一个人 他们不是说什么 那立场就是我总之不喜欢林郑 我要令所有人都不喜欢林郑 就是这么说 我觉得要看远一点 抹黑他的配偶 等于骂他 骂他 等于削弱整个管治团队 即是说 你心理得的 原来这班人 做什么 你这些管治 其实都是等于落众了面 是 是啊 所以其实 是 为什么要这样做 已经三身五零了 你黄丝这样说 我也理解 你蓝丝也这样说 你不是 是啊 有些人最可惡就是 有些人还说他叛国 吴昌哥就是叛国 你可以说他不恰当 事实上是不恰当的 我真的不恰当到叛国吗 是 你那个人 还有我们再说一次 他是不恰当的 但是未到叛国 叛国是等于 等于是买了些机密资料 给其他国家 这就叫叛国 是啊 所以我 不是什么都叛国的 是不是随地到谈 叛国啊 破坏国家的形象 随地到谈 是不是叛国啊 或者是 是不是叛国啊 污染空气啊 是 你看看林先生 其实他的样子 都说不要听 有些古熟 因为他 就是很狠狠的性格 他都说过自己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教书的 我教数学而已 我觉得很奇怪 他可以 他配到林郑这个人 其实是很奇怪的 你一个强势的 都是找回弱势配的 人就是这样的 是吧 其实我觉得他 这次也应该学习一下 因为已经很多人叫他下台了 3月份 希望他从中吸取教训 就是 叫做 叫做 大方得体 不然又是被人攻击的了 唯一 唯一有另一个怪论的解释就是 他根本想老婆不做 所以他特意要这样做 会不会 这个就是黄尸经常说的怪论 是啊 所以我们就不相信 老实说 但当然不相信 唉 我觉得他是 都是 狠狠 狠狠 不要说我们支持他 我们都批评了他 是真的不得当的 但是就未到半角 只是需要更加 叫做什么 继续检讨一下 真的太闪心 不过也很难说的 因为一个人的性格 而且去到这么大的年纪 也很难说 一时三回两后 改得到 是啊 我记得那时候 《苹果日报》 好像拍到他 好像连着衣服 好像都 都倒转了 总之是一个 怎么说 不是太理自己而用的人 不是太注意的人 但是学者也是这样的 有怪癖的学者 你当他是这样想 就会明白他是怎么样 我都不是怪癖 是真的 是这样的 嘉赞可能你 你接触这些人少一点 但是我跟你说 我认识的 我以前的老师 都是这种人 就是狠狠 你可以这么说 你可以这么说 因为有时候 你很专心做一件事 尤其是理科生 因为我自己也是理科生 尋了一件事的时候 你是拔不回自己出来 我都试过 叫做买东西 哎呀 明明是买猪肉 买了牛肉 因为当时在想 公式怎么解释出来 其实是不出奇的 我觉得而已 我分享一些 关于林兆波的背景 他是1954年出生 他是香港的数学家 同时也是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短期数学科程的教授 即是观到广东省潮州 嗯 其实他也有一些趣事 除了林兆波在公开场合 多次穿着 被视为史上禁忌的白蜜 配黑鞋的打扮 是啊 上次不是说 所以就是什么 就是苹果日报就笑他 苹果日报就笑他 苹果日报就笑他 说白蜜仔 苹果日报就是这么贬格 有少少位就入人 人家穿白蜜 穿黑鞋 没犯法没错 只不过可能不是太时尚 有什么问题 就笑人白蜜仔 嘻嘻嘻嘻嘻嘻 就笑人 其实目的就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削弱林郑的领导 太明显了 这种笑人就穿白蜜 其实笑这些东西是不是很幼稚呢 另外另一件趣闻就是 在2017年8月27日 他也是一个公开场合的主持 他竟然接受这个苹果日报的记者采访 说自己是穿衣打扮 舒服就可以 是的 也表示自己在林郑月娥上任特首之后 很少见到她 也都感觉到她的压力大 其实她两夫妇 大家见面都不多 有时出现一些不合拍的情况 也都在所难免 同时她自己也都保持低调 是故意不出席林郑的外访活动 我相信她也是很体谅她太太 她自己也有时愚蠢 真的愚蠢 他也都说过 数学是他的最爱 除了他太太和他两个儿子之外 数学是他第三个儿子 是的 还有这位劍橋大学毕业的博士 其实他在数学界也是很有名的 这个也是事实的 因为我知道的话 因为我也有亲戚在剑锡毕业的 还是很黄的 他也见过这位林珊 他也说 这个人都不像香港人 穿穿蜜蜜蜜蜜蜜蜜蜜 我觉得是错了 但是未至于这么严重的叛逛 还有是希望她做好些 她也说了 很少见到她太太 可能 家柴可能 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沟通 可能 没有什么沟通 她说一定要来 一定来 平时不来 这次一定来 习主席来 你不来不行 我就这么想 所以他们就没有什么互动 你可以看到 其实她 都是没有什么互动 平时出席公开场合同她太太 都是小互动 嗯 所以其实 这位先生 都是那句检讨一下 以后不要这么 有点失礼 很难的了 老实说几十岁人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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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基本上 她是传统型怪胎 是怪胎式的学者 其实我真的觉得不怪胎 其实最深研究的人都是这样 真的这样 家柴 你真的未 可能你 怎么说 因为我自己都是 不好听 我都是 有个博士学位 但是我们接触的人 都是这样的 其实她已经是很正常的一个人 我认识 我以前教数学建模 就是那些楼梯的数学建模 也是这样的 就是 又是扎一条长鞭 然后每天都说完 就是她吃饭 我们叫她五分钟 叫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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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吃饭 永远都五分钟 五分钟 不好意思 有一条公式未想到 或者有个实验未做到 她就很紧张 其实 说真的 一点都不怪 真的一点都不怪 只不过是大家的范畴不同 是的 就是等于 我看以前有个老人叫阿基米德 就是说发现什么 什么圆椎体 古希臘那人 想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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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着想着想着 就拿跑 那种情况 太开心了 是的 是的 还有林生的老师 如果按着普通人来说 林生的老师 都是一个叫做 为了数学什么都肯的人 就是Fran Adams 其实这个是 劍杰和英国史上 一个比较出名的数学家 以后我都可以介绍一下她 因为其实她 因为她 其实她又出了一场 叫做意外 所以就 什么 就是 就是 走了 但是其实她 她 其实就是 在这个数学史上 都是一个 超级天才 刚才说的那位叫什么 什么名字 Blui Adams Blui Adams 是的 叫做 好搞笑 叫做 叫做 蓝色 当师 其实 是的 我记错 我的头颅记错 其实就是 Franc Adams 就是她的老师 是的 师从 Franc Adams 是的 其实她是 叫做 就是 大家有 有 有 资料 有 有时间去看她 她的老师 都是同一类人 对不起 外人看 就觉得她是 有些怪癖 但其实 很正常 对于在数学范畴里面 特别专注的人 是的 对其他事物都 比较随意 除了数学之外 是的 是的 所以 我 都向 叫做 林先生 小心点 因为现在是公众人物 再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劍桥学者 嗯 蓝丝的人 就不要拿这件事来攻击 黄丝也攻击她 是的 她是有不恶当的 的确是不恶当 但是未到这个程度 和希望大家不要跟别人拍子 希望别人说 是的 老实说 习先生都说 三申五令很多次了 要支持林郑 又何必要跟着黄丝的拍子 希望她再次攻击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是什么动机 是的 某些人的动机是绝对不纯正 这一点太清楚了 你分享这个就是她的师傅 是的 这个是Frank Adams 是的 即是她在劍桥 都是叫做什么 都是叫做一个很出名的人 我记得她有个像 在大学里面 因为我小弟都 没有办法得到劍桥 其实我以前 我没有想过回英国读书 我给这家全世界全一百个 叫做布里斯托城大学 录取了 顺便及一下劍桥的仙气 老实说 劍桥的人 很多都是很帅 官仔骨骨骨穿得很漂亮 但是 上层的教授 林郑这个风格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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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今次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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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